南翔小龙 大湖春生煎 哪个才是上海人最爱的小吃 鱼阿姨是大湖春生煎馆的一位生煎师傅 他十八岁时就在这里学习包生煎 师傅退休后 鱼阿姨就做起了师傅 徒弟带了一批又一批 在大湖春 鱼阿姨是资质最老的师傅之一 经理把店门钥匙交给他保管 由他打点早事前的一切 每天早上五点多起床 对于做了四十多年生煎的鱼阿姨来说 算不上辛苦 每天早上第二张日期来 需要当鱼的 鱼的当好 买鱼的就好 最好吃 因为鱼的要当好 只要稍微醒一醒 生煎馒头口味的好坏 不仅要看原料 还取决于很多必不可少的工序 面点师们要提前来打面 发酵 用师傅们的行话说 发完的面粉需要半个小时的时间来醒一醒 这样包出来的生煎才会口感松软 通常早上有五个生煎师傅一起工作 一个师傅揉面 一个师傅夹肉 另外三个师傅负责最后生煎包制成型 从早上六点半到八点半 五个生煎师傅互相配合 不能有丝毫懈怠 因为在这两个小时里 他们要赶至上千个生煎 有同事开玩笑说 余阿姨的手就是一个生煎模子 一把捏下去就是一个生煎的样子 这样的熟练来自于日复一日的实践 但如此辛苦的操劳 也在这些师傅身上留下了印记 七点半不到 已经有一些人聚集在大湖村门口 等待头一锅生煎的出炉 十分钟之后 伴随着热气腾腾的自拉绳 从头一锅生煎出炉了 南乡镇是上海小龙包的发源地 南乡小龙原名南乡大肉馒头 也就是说起初小龙的个头 并不是像现在这样小巧玲珑的 黄车的开心 他们也就做起初小丑 蒙古七海南乡小龙是发源于11871年 我们的祖师爷叫黄明贤 当时小龙包子叫南乡大陆馒头 因为竞争比较激励 他就发明了以大改小 皮一波陷多 所以后来就改成了南乡小龙 他是以皮一波之陷陷多 他的特点 这个店从历史上说一直有 至今有130多年历史 那你们这个周小龙的地 是传承下来的一代代还是 一代代传下来 传到我现在是第六代 四五传徒弟一代代传 那你做这行你做久了 我做了有38年了吧 作为古一园南乡小龙的 第六代传人 李建刚告诉我们 只有他一个人知道 馅料的配方 在拍摄档口 挂在进门处的一块黑板 吸引了我们 上面划满了正字 你看黑板上面 四个正 正常的话 如果说总的一天来说 要包四千小的人 就是一共对吧 四千一个人 一个人一天四千一个 一分钟可以包多少吧 一分钟包五六个没问题吧 十秒就不到一个 因为我们这个不是说 包得太慢的话也跟不上了 现在十月一号了嘛 越是接下来越是忙很忙很忙 还得开三四个小时 还得开三四个小时 十几年吧 十年有了 十年 如果要包出一个像样的小龙 一般要跟着师傅学习两三个月 这样重复而单调的工作 现在愿意做的年轻人 已经不是很多了 在拍摄中 李建刚反复跟我们强调 古一元的南翔小龙 采用的是最传统的油台面 就是先往小面团上撒油 然后再用手 按出一张张小龙的皮子 这种小龙的制作方法比较传统 如今上海只有少数的几家店 保留了这门记忆 这是城隍庙南翔馒头店三楼的包房 据说像这样的一个包房 它的最低消费在三千元 在我们印象中 吃小龙包要吃到三千元 应该也是不容易的 但当我们看到推车上龙屉的标签时 都不约而同地笑了 首先我们把世界做好的面团搓成它 搓成它是要粗细均匀 然后把它叠成那种胚子 叠的时候我们每个都有分量的 它是九克一个 那你现在就是全瓶手盖 对的 像龙屉的口绝带 叫轻轻提慢慢移 先开口 后喝汤 然后我们包小龙的时候 它很注重那个顶头 顶头一定要包 每个盖纹要粗细均匀 什么肯定比较会吃脂肿 那肯定比较会吃鸡肉 那都比中美度 那是一个 这里的游客 每天是一茬接一茬 当我们下到一楼外卖部的时候 发现虽然外卖窗口还没打开 但队伍已经排到了九曲桥那边了 九地种 九地种 那么这九地种开吗 你尽量来吧 一个礼拜来一趟 来一趟的吧 这个马铁多少位 这个马铁两道四克 两道四克的 那明天回去了 刚刚过这个 这个小龙的米兜呢 那就是 那一样的芝麻就是 炸的十一道十一滴的 咖地比较稍微 米兜呢 可以 因为本身这个 那家小龙就是这色小龙 我就从于这个 这嘎地来 哦 那都从于这个嘎地来 嘎地跟这个 几次呢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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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米兜 一楼专供外卖 只卖鲜肉小龙包 价格最为便宜 它采用的是传统的油桌台 这种制作工艺 与古艺园小龙一样 二楼的特色 是蟹粉小龙包 从这层楼开始 用的都是粉桌台 也就是先往面团上 撒上干粉 然后用双棍擀皮 这样出来的皮子 相对来说比较薄 至于三楼品种最多 自然价格也最贵 和古艺园的店一样 这里的小龙包 馅料配置秘方 也只有油玉敏 一个人知道